让我们开始释放 释放的步骤一共有三步 第一步 你必须清晰地意识到 你想要绝对的平安自由 这个意愿必须要高过你 想要获得认同 想要去控制别人 想要获得安全 你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 想要自由 想要平安 要超过你 想要这个世界 那些通过释放获得金钱 或者是得到这 得到那 然后就停止释放的人 简直 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因为他们在停止释放的时候 仍然想要金钱 或者他们的目标 超过自己想要获得那个平安和自由 这些人 不是为了自由而释放 而是 为了从宇宙 得到某些东西 有一些人 甚至是在释放后 波浪式的反复 他们想要金钱 想要某一个目标 突然实现 可是 如果我们是为了平安 自由而去释放 我们将会有所有的金钱 和任意其他 我们想要的所有目标 实际上 我们将拥有所有的目标 而不仅仅是 我们现在非常想要的 某一个 你要知道 为了获得某样东西而释放 这其实 意味着你对宇宙释放了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意味着 你是匮乏的 你在等待给予 也就是说你是贫穷的 你不曾拥有 你还没有获得 第一步 是成功释放的关键 然后 意味着决定 你想要 绝对自由 超过你 现在想要的 某一个特定的目标 因为 想要一个目标 是 想要认同 控制 和安全 方法的第一步 是一个展现 因此你可以说 我常常真的 想要目标超过 想要自由 我想要非常多的一些东西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最好 能够分辨和意识到 如果你把自由 放在你想要的 所有的一切的前面 那么 你将拥有一切 也许 你仍然感觉到 非常强烈的 想要拥有 没有问题 只是通过决心 让释放对你起作用 跳过第二步 进入第三步 然后 释放你对目标的贪恋 和厌恶 这就是第三步了 一旦你完成了 对一个目标的释放 你将达成 第一步 仅仅这样 你才是 真正的释放 当你已经释放 你释放了 所有的想要 当想要被你释放 你就被允许 可以获得一切 方法的第一步 决定了释放你的想要 对你来说 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钱 或者某一个目标 你通过释放 获得那个决心 对第一步说 是 并且在目标上工作 决定 决定 你想要绝对的平安 你想要自由 这种愿望 超过 你想要的某一个目标 你必须 要调整好自己的意识 你最好 要做到这一点 第二步 决定 你能做这个方法 这非常容易 理所当然 这可以第一次起作用 一旦起过作用一次 将会第二次起作用 然后第三次 第四次 以此类推 你必须证明 这对你有作用 如果你不释放 方法对你就 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停在车库里的车 不能让你到达任何地方 证明一次 然后不断地使用 正确地陈述 自己的目标 第三步 释放所有的 想要认同 控制 和安全 就算你不能再开始 释放的时候做到 也要检查 看你现在是否 能对第一步 说是 不论你的目标 是否达到 你是否 能做到 都不止住 如果是这样 你就已经释放了 所有你的想要 你完全实现了 第一步 除了 持续地做释放 这就是 所有你必须做的 有些人 甚至释放后 永远没有达到 第一步 也将不会达成 他们的目标 他们没有显示出 是在释放 欲望 一个在特定 人生领域 有贫困意识的人 可能永远不能 真的释放 想要的欲望 因此 因此以更多的 匮乏 而告终 为什么 他们开始于想要 结束于想要 没有拥有 他们永远没有 真的 从第三步 回到第一步 一个有丰盛 或富有意识的人 将开始于 一些想要 但他们释放后 移动到拥有的状态 因此引发 更多的风声 现在 让我们再来做一次 回顾 如果你没有达成 自己的目标 你 没有展现 你没有完全地 释放你的想要 你展现 仅仅 一部分路 如果你完全地展现 并且选择 自由高于一切 那么没有任何想要 会被留下 如果你没有实现 你的目标 你将这么做 如果你应用这个方法 并且在你的人生 下定积极的决心 最重要的 就是释放 下决心 达到这样的状态 对你所有的目标 都能对第一步 说是 你必须 想要绝对平安 高于 你想要认同 控制和安全 决心 你能做这个方法 然后 到达 绝对平安 认识到 你所有的情绪 都源于 这三种 基本的欲望 想要认同 想要控制 想要安全 立即认识到 立即释放 想要认同 想要控制 和 想要安全 持续释放 如果你遇到阻碍 那么 释放 想要控制阻碍 每次 你释放了 你就会感到 非常幸福 非常轻松 如果你持续释放 你将持续 感受到 幸福 和轻松 事实上 你的生活 是一个 关于拥有 和想要的 开关面板 想象一个 有两个位置的 开关面板 开 或者关 开 意味着拥有 关 意味着想要 每一样 都有一个标记 在上面 一个是为了金钱 另一个 是健康 其他的系列 是关于你的 人际关系 你不得不决定 你是 想要那标记 在上面的东西 还是 你想要 获得自由 你不能 想要那东西 而同时 还拥有它 就不能同时 既是 站着 又是坐着 如果你让你的 开关 在想要的位置 你创造一个 缺乏金钱 或者在你的身体 某一个部分 或者特定 人际关系上 你确认自己 为 匮乏 一定要记得 想要 想要 包括了两个方面 贪恋 和厌恶某事发生 或某种其他的 想要 想要的 想要的开关 是你想带来某样东西 给你 并且你的想要 保持它远离你 但如果你的开关 是开 或者拥有的位置上 你将拥有上面 所有标记的事物 当你通过释放 把形态 拉回到拥有的位置时 你的能量 就提升了 你打开灯的开关 把黑暗 变成了光明 勇敢 接纳 和安宁 是当你释放时 导致的高能量状态 因此 通过指示 跳进第三步 释放大量的想要 你就能够 回到第一步 是的 在我们前面的讨论中 这是绝对起作用的 但是 如果你在开始时 开关在想要位置 你不得不对自己 非常诚实 当你在结束时 你不得不诚实地问自己 我是否 能在生活中 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 还能感到幸福 如果不 你就没有完成释放 你也不得不问 是否我没有它 也能生活 尽管 你可能有一种 对幸福和成功的厌恶 这种厌恶 来自于 自我的不认同 和自我破坏 因此 你需要在结束 释放的时候 检查 是否无论 达成目标与否 你都会很好 如果是这样 你就是 不执着于 达成 还是不达成 自己的目标 然后 完美的结果 就会随之而来 很多时候 你将发现 你的完美 是达成你的目标 另一些时候 你发现 释放后 是完美的 不达成这个目标 不要用你的头脑 来想把这个弄明白 让答案 在你释放后 自然地出现 释放 直到你感觉 没有更多的能量 围绕着一个目标 这将让你的心 静下来 并获得 真正的答案 如果你 跑过释放 而用你的头脑 思考 你的心 非常喜欢 把你弄糊涂 或者你得到一个 不可信赖的 胡搞的答案 你能部分释放 并达成一个目标吗 你能 一只脚在想 同时 另一只脚 在拥有 并且本质上 是把开关 朝向想要的吗 什么是 如果你能 谁 真的在乎 这能起作用 但是为什么 停下来 而不释放 所有你的感觉 因此 你不仅仅 达成你的目标 而且 你还将获得 更多 完全的自由 清除你的 所有想要 比你不释放 你的消极愿望 更富有成效 另外 你要记住 说是 是一条伟大的 展现方法 对正在发生的事 说是 是想要自由 高于想要认同 控制 和安全 这是展现 说是 并不是意味着 你来顺受 这意味着 接受此刻 事情所事的样子 作为一个 开始的起点 当你对 正在发生的事 说是 你正在选择自由 超过想要 认同 控制 和安全 你是在选择 自由 高于抵抗 正在发生的事情 你能通过 对自由 说是 而使用 同样的方法 进行 立即释放 决定 你是想要自由 还是想要 悲伤 和哭泣 想哭 你就哭吧 但是决心 无论如何 都要释放掉 悲伤 决心 从悲伤中 获得自由 你想要自由 超过你想要 对某人的愤怒吗 你想要自由 超过你想要 骄傲地批判 某一个人吗 对自由 说是 并且 决定当场释放 从冷漠 到骄傲的情绪 识别出情绪之后 想要认同 想要认同 控制 和安全 然后释放 你将进步得更快 选择自由和选择爱与认同 是同样的事情 无论你是否困在 无爱的 或者其他的 消极的情绪中 都选择自由 并且 释放 释放 要记住 成为一个受害者 那不是展现 要负起全部的责任 那才是爱 那才是真正的释放 如果你不能为自己的生活中 所创造的一切负起责任 如果你依旧在责怪你的老板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那被你责怪的那一切 不会离开你 这让你失去控制 因为 如果你不是对 所发生的事情负责 你也就不能去修正他们 当你说 天哪 我怎么会创造 这些糟糕的事情 你是在让自己自由 你能释放 并且观察 你在未来的想法 因此停止 创造你不想要的 没有一个人 为正在发生 在你的身上的事情负责 对不起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真正的受害者 当我们是消极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较早的一个想法 把消极放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甚至不愿记得 在我们的想法中 哪搞错了 但是 真的是我们自己弄成这样的 因此 我们要下一个决定 我们可以坐下来 责怪自己有坏想法 并且 变得更消极 或者 我们可以进行释放 选择自由 承担完全的责任 然后 你将展示更多的时间里 决定 爱你自己 在今后所有的道路上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我要告诉你 你的内在 是完美的 只是偶尔好像 我们不是这样 释放 不断地释放 不断地释放 这样做 然后你总是 一个成功者 而不会再成为 受害者 那么 也许你会问我 怎么通过展现 才能实现呢 如果你已经展现 并且在 高级自由的状态 世界将毫无疑问地 通过各种方式 来奖赏你 请保持 这项伟大的工作 保持持续的释放 这是另外的 关于展现的观点 问你自己 我正在做的 是为了 完全的幸福 还是 只是为了一部分 通过夜以即日的释放 我们保持三周 或者 更少的时间 你就能 你就能实现自由 体验到这份喜悦 莱斯特 莱斯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因此 保守地说 让我们 花三个月 夜以即日的释放 来达到这个自由 那是2232个小时的释放 这个树梦 这个树木是非常近似的 但这说出了关键 如果你展现一个小时 每天就一个小时 这样 你将要花六年 才能实现完全的自由 假讨厌 假设你没有同时 对自己做过任何压制 和对抗 问题是 如果你只是 一个小时的释放 那你更像是在压制 因此 每次当你朝前走 每天 你要算总账 最终的步骤 将不是那样的 所以 如果你想要完全的幸福 你需要展现 释放你的消极情绪 你释放的越多 你将达成越多的目标 并且移动到 完全的幸福和自由 如果你决定 如果你觉得你能够做到 一整天 或者一天的大多数时间 都能够保持觉知的释放 要知道 这将是你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你的目标 想法 更深的程序上 积极的释放 是绝对必要的 好消息 是你的压制的情绪和程序 是有限的 因此 你实现完全自由 是绝对 有保证的 那么请记住 请释放更多 让自己变得更幸福 更轻松 直到最后 你超越了这种幸福的状态 进入那 不可动摇的安宁 和自由的境界 和自由的境界 可动摇的安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